欢迎订阅,欢迎订阅,欢迎订阅,欢迎订阅。 今天要来一起做华人的传统食谱,就是这个长长的油条。 外酥内软的很好吃,首先我们先来测试活跃性,需要用到泡打粉和苏打粉。 在个别碗当中呢,泡打粉加入烧水会发觉到气泡慢慢出来溶解了。 苏打粉那里加入白醋 产生的反应就是很强烈的气泡 直接出来了 有这样子的反应 这两个才可以用 食谱才能成功 在一个碗当中加入中筋面粉 少许的白糖 泡打粉 苏打粉 记得不要弄错分量 还有一些的盐 上次我弄错的分量 加入太多苏打粉 是不能吃的 加入一些植物油 之后搅拌均匀 之后加入一些的鸡蛋 记得我没有用整颗鸡蛋 鸡蛋越多的话 它就不能够太脆 可是它会有一点的香味 所以就加入一些分量 还有一些冷牛奶 记得要从冰箱直接出来的牛奶 我们会用冷牛奶呢 是因为我们不要刚才的那个泡打粉 直接产生了功效 我们要它下油锅了之后 再产生更多的气泡 这样子炸出来的油条更好吃 不要用揉面的方式 用拳头的方式来按压 这样子呢 可以确保我们有一个非常软的面团 把面团往中间翻 这样子可以形成一个圆球 现在的时候呢 面团是比较连的 而且有一点铸造的表面 没关系 我们就盖上保鲜膜 让它们醒面 大概休息一个三十分钟 三十分钟后呢 面团是不会变大很多的 因为这个里面是没有酵母的 只是有泡打粉 它只会变大一点点而已 继续用拳头按压的方式 不要揉面 不要太过处理 慢慢按压 之后同样的 把面团 整个拿起来 之后 把面团往中间翻 慢慢的压 这个食谱很好做 是因为呢 不需要揉面过多 只不过要用拳头 这样子 慢慢的按压 把它形成一个圆球 现在呢 它就会比较顺滑了 它的表面 现在我们把它移到案板上 那么在案板上 要涂上一些的植物油 来防粘 也是同样在整个面团 都盖上一层的植物油 好了之后 我们用拳头 来按出一个长方形 好了之后 我们来做三折 这样子可以折出一个长方 确保面团都盖上油了之后 我们就盖上保鲜膜 记得呢 要盖紧 把这个面团的每一个表面都包得紧紧的 不要露出来 我们可以休息面团在室温大概三小时以上 或者是放进冰箱隔夜八小时也可以 面团如果休息不够 是不能发的 所以不能省力 如果是从冰箱取出的 需要解冻大概一两个小时左右 让面团软了才可以 休息足够 你会看到面团表面会有微小的气泡的 就是它休息好了 准备一些中筋面粉在你的砧板上 然后呢 少许的面粉盖在整个的面团上 这样子可以防粘 在这个阶段呢 我选择用面团而不是用油 是有原因的 因为呢 用油的话 面团太软 很难处理 很难整形 整形出来的这个shape都很不美的 所以呢 用面粉 之后用手掌 轻轻的拉开面团 之后呢 用擀面棍 把它们擀成一厘米厚的长方 记得不要揉面团 轻轻的擀就好 我们需要一厘米的厚度 如果太薄的话呢 面团会拉出来过瘦 太瘦的面团呢 是不能蓬松的 像骨头一样 所以我们需要 8厘米长 3厘米宽 做一个记号 之后用刮刀 来把它们切出来 就有长条形了 这个食谱 做大概7条的油条 所以大概14条的这个长条形 边边的这个小面团 不要丢掉 等一下要用来测试 那么拿一些中筋面粉呢 我们要把这个小面条呢 都盖上这些面粉 要盖上整个的表面 不要过多 少许就好 没有面粉的话呢 两条面团会连在一起 当它们连在一起的话呢 扎实就无法发了 就是这样的样子 不好看 也不蓬松 所以记得 一定要沾上一点的面粉 用保鲜膜盖着防干 准备一口大的锅 之后我们要倒入足够的这个花生油 我今天用花生油 因为很香 之后我们用中火来加热 有温度计的 要记得测试一下 把你的这个筷子放入 看到迷你的气泡 像烟雾一样 就是它差不多到达150摄氏了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用竹签来沾水 然后在每隔一条 在面团的中间呢 画上一条水线 如果没有水线 它会很容易分开变两条 所以不能省略 一定要画上一条明明的水线 水线可以帮助它们连在一起 把两条叠在一起 之后中间按一下 不用按太处理 最重要要把中间的这个部分连在一起就可以了 旁边的四个地方都不要连 只要连中间而已 所以面粉还有水线可以帮助这点 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准备测试一下 你的筷子现在会出现很多气泡 而且很快上升 就是代表它到达190摄氏了 丢一个小面团下去 约5秒钟就浮起来了 浮起来之后呢 它还是白色的 意思说 这个温度刚刚好 拉扯的时候呢 手指不要放太过脚边 慢慢的轻轻的把它拉扯 不要按扁了 之后呢 面团的中间先入油 之后再轻轻的放下两边 这样子油就不会喷起来 当你的面团浮上油的时候呢 要不停的翻转你的面团 这样子它们才能够均匀的膨胀 记得要全力的翻转 而且你可以轻轻的剥开 那个连接处 可以帮助更发 可是不要过度 不然就会裂开 当它们开始定型之后呢 我们就再炸大概两分钟左右 这时候不要快速的翻了 要慢慢的翻 这样子呢 可以帮助它脆 所以炸的时候有一定的技巧 慢慢的翻呢 它能够有时间足够的炸每一边 炸至每一个角落都黄金色了 就可以把它们拿出来控油一下 然后继续的重复 这次我给你们看 我没有剪接的 它的反应是怎样 只是加速了 一开始放下去 浮上水面就快速的翻 拨开中间一点点 继续的翻 翻到它开始出现定型的状况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减低速度不要翻那么快了 好让它们能够慢慢的上色 上色以这样子的方式慢慢的炸开 它会比较脆 可以维持它的脆度 炸至黄金就可以拿出来了 所以继续重复直到做完为止 这个食谱可以做七条 听到吗 刚炸出来是非常的脆的 所以呢 我们就做好我们的油条了 一个非常长的油条 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是炸出来了 一个小时左右 我拍摄 听到吗 还是很脆的 掰开来看 你可以很清楚的听到它是有多脆 可是里面呢 是有空洞的 空心而且蓬松 按下去会回弹的 你看传统的这个内部结构 而且里面呢 是软的 你喜欢怎么吃你的油条呢 我最喜欢拿来搭配跟肉骨茶 很香很脆的外层 再吸入了这个肉骨茶 整个油条变得很香 很好吃 外属内软的 希望你们可以尝试这个食谱了 拍照来看 那么还没看我上个礼拜的视频 请记得观看 还没有订阅我朋友 请记得订阅我 还有记得关注我在我的social media 我的facebook 还有instagram 下期见 拜拜 拜拜